嗨,大家好,我是阿佑的小編 今天我們來到了屏東 Escar Place Coffee House 我們有請店長Tony來為我們介紹一下 如何用Nomad的輕鬆簡單 煮出一杯好喝的Espresso 那我們就把現場交給Tony囉 哈囉,大家好,我是Tony 今天我們要在這裡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怎麼樣用Nomad煮出一杯輕鬆 又簡單,又非常好喝的一杯咖啡 然後先把鏡頭拉筋點 還有我的牌子先放下囉 大家可以現場來看一下這台是Nomad的機器 那這台是在美國募資網站上面 成功募資的一台義式咖啡機 它最大的特色就是不用插電 那它可以經由我們手動按壓的方式 來達到濃縮的萃取 連冷水的狀態下 它都能夠輕易的萃取出濃縮的油脂 所以我本身非常推薦這一台作為家用 或者是旅行專用的一台義式咖啡機 那今天我們在剛開始使用它的時候 我們要先在裡面注入熱水 所以我們先用大概60度到80度的熱水 注入到它的水艙 它的水箱裡面 水箱通常可以加多少水 水箱通常的水量大概可以加到一公升左右 但是我們基本上會建議 以大概一杯至兩杯的份量 轉一下Nomad給大家看一下 它是一台很可愛的手動義式咖啡機 可以幫我們轉一下嗎 可以沒問題 有點困 在這個地方 來注入我們的熱水 最濃縮的訣竅呢 就是如果你的所有的器具都保持在一個溫熱的狀態的話 那你濃縮的油脂就比較不容易流逝掉 我們記得要把開關蓋好 然後 開始的時候我們上面有一個 鎖閥 那我們要把這個鎖閥打開 然後取出中間的咖啡抽屜 這個咖啡抽屜裡面就是待會我們要放入粉槽的地方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這個Nomad的構造非常的簡單 我們就是經過高壓的一個萃取的一個方式 那讓咖啡粉本身在經過高度的壓力之下 把它的油脂給整個的萃取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要先做一個熱機的動作 那大家在熱機的時候請小心 因為這個地方會流出水來 所以我們要千萬的要小心不要燙傷 那我們做一個按壓的動作 讓機體做一個溫熱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稍微把裡面的水稍微的倒出來 旁邊可以準備一條抹布 我們來保持器材的乾淨 隨後呢 我們機器已經加溫好了 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放入可以另外添購的洛粉器 在這一個咖啡的濾杯上面 那今天我們要替大家介紹的是 這支我自己非常喜歡的巴拿馬的豆子 那這支巴拿馬它是在當地一個叫做 歐奎特的一個產區 那這個它是由當地一個叫做伊利達的一個莊園去生產的 這個品種比較特別 因為它是一個地比卡的品種 這個其實就是跟日劇時代 日本人在台灣古坑或者是華山還有三地門 所留下來的品種是一樣的 那這一支豆子它是做日曬的處理 我們可以讓大家更貼近鏡頭來看一下 Maybe你可以聞得到它的香氣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支豆子 我們是做淺焙的處理 那本身它的顏色非常的漂亮 它會呈現出很多像成熟的薑果的味道 然後帶一點櫻桃莓果的這一個香氣 今天我們使用Nomem呢 我們要來教大家 現在非常非常流行的一個濃縮的萃取概念 叫做低壓萃取 所謂的低壓萃取呢 就是我們在一般的義式咖啡劑裡面呢 它是用九個Bar的大氣壓力去強制的 在咖啡的粉上面去加壓 然後讓義式咖啡劑裡面 在經過很大的壓力的時候 去把濃縮給擠出來 但是在這幾年比較流行的一個趨勢呢 我們用比較低壓的方式 去帶出更多咖啡裡面的果香 然後還有精品豆本身 屬於它非常水果 非常花香 然後非常輕柔的這一種調性 那我們現在來開始教大家怎麼製作 首先我們用15克的咖啡粉 它的研磨度大概是在濃縮咖啡的研磨度 那我們把它輕輕的倒入這個粉槽 用這樣子的方式倒入粉槽呢 粉比較不容易結塊 因為如果粉結塊的話呢 它就會比較影響到濃縮咖啡它萃取的平均度 那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可以把它拿起來稍微的輕拍 讓粉達到一個平均 之後呢 Nomade盒子裡面會附上一個填壓器 這個填壓器 我們可以輕輕的把它放在我們的粉上面 然後做一個旋轉的動作 不管是順時針旋轉 或者是逆時針旋轉都可以 那最後呢 我們讓它達到一個平均 這個叫做整理粉的一個動作 隨後呢 我們來做一個填壓 填壓的力道呢 不輕不重 我們稍微的壓到 感覺這個粉餅稍微有一點點回彈的一個力道 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把這個 肉粉器拿起來 稍微清潔我們旁邊 讓我們的濾杯可以比較乾淨一點 隨後呢 我們把它放進這個咖啡機 這個時候很重要的是 我們要輕輕的放進去 因為如果我們碰撞到這個粉槽的話呢 我們裡面的咖啡粉 我們已經填壓好的咖啡粉 就比較容易裂開 所以我們輕輕的把它放進去 那記得我們要放上扣索 在這個時候 我們把它壓下去 好 接著 所以它上面這一個是 上面的這一個就是它的壓力值 那大家可以看到在上面 綠色的這個地方呢 就是會出現CREMA的這個位置 這個是會出現比較多CREMA的一個壓力值 所以它大概是介於6到10個Bar之間 那一般的咖啡機大概是 液色專業用的這種咖啡機的話 營業用的咖啡機大概 它是在9個Bar左右 對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來製作這個濃縮了 在製作濃縮的時候呢 我們記得我們要 杯子也是預先做一個加熱的動作 這樣子濃縮咖啡 它的油脂才比較容易 去因為這個杯子的溫度 而有所保持 隨後呢 我們可以把杯子 放在這一個地方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 做加壓的動作了 加壓的動作非常的簡單 它就像是我們玩敲敲板一樣 我們只要做前後前後按壓的一個動作 那NOMED的機器非常貼心 它在旁邊的地方有一個扣環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手 食指跟中指接在這個扣環的地方 然後做這個加壓的這個動作 好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來製作囉 非常的簡單 然後可以讓大家訓練一下 我們手指頭的核心肌群 來 開始你會覺得非常的輕鬆 然後當它的壓力開始累積的時候呢 你會開始感覺到它的壓力指針 要開始往上爬升 這個時候 你就會看到有一點點阻力的產生 那我自己本身呢 會建議我們大家在萃取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把它的壓力 拉到差不多在6左右 隨後呢 我們可以看到它這個油脂已經開始的呈現 然後在油脂出現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稍微降到4個巴的壓力 然後讓它做一個穩定的萃取 一般濃縮的萃取值呢 我們大概會建議是在50ml左右 那大概它的重量呢 會是在33克到34克之間 那當我們萃取到我們要的這個咖啡的容量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輕輕的把咖啡劑移開 這個時候我們後段的咖啡就不做萃取 因為後段的咖啡會比較容易出現一些交苦物質 或者是更多的咖啡因 那所以為了大家的健康 我們還是建議我們萃取咖啡的時候 要在我們的容許值之內 來 這裡就為大家呈現出一杯 非常簡單又好喝的 用低壓萃取的方式